观音时间起问一事,谈人生三天苦辣 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香 今天给大家带来真人版名侦探客男第十集的故事 剧情续节上集 新衣与小兰分别关在不同的白色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显示器 新衣的显示器上面出现一组日期 新衣想了一会儿 终于想起来这一天正是小五郎去看演唱会的那天 那天一个叫做小雪的客户 约定好晚上与小五郎视频聊天寻求帮助 不过小五郎因为要看偶像的演唱会 让小兰替代自己给小雪视频 视频中小雪脸上贴着纱布 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她的男友小剑是一个施暴狂 不但跟踪监视小雪 还屡次闯进她租住的公寓中对她施暴 万般无奈之下 她想起求助小五郎帮忙解决此事 小雪租住的公寓就在小兰家附近的家豪公寓301市 正说着小雪那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她惊慌的说着阿剑又来了 小兰着急的拿出手机要报警 小雪却极力阻止 不然自己不知道会遭遇阿剑怎样的报复 紧接着小雪离开视频前 屏幕里传来男人的呵斥 和小雪凄惨的叫声 不一会儿视频中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小兰急忙拨打新衣电话寻求帮助 他们各自赶到家豪公寓301市 刚进公寓大门 小兰迎面就与一名男子相撞 说声抱歉顾不上停留小兰就直接来到了301门外 房门昧索屋内满地狼藉 地板上还有雪迹 可是小兰找遍整个房间 却找不到小雪 小兰报了警 佐藤警官和新衣来到现场 新衣开始对现场进行调查 她发现地上有一张撕碎的照片 拼凑好后 发现上面是一对男女的合照 小兰看后尖叫 原来她就是小剑 照片里的男人正是和小兰相撞的那个人 佐藤认为现场血迹太少 不能说明就是杀人案 也可能是男女朋友在闹矛盾 而新衣却在怀疑 小雪是不是在这所公寓跟小兰聊天的 因为现场笔记本电脑的聊天软件并没有打开 如果小雪是在这里和小兰视频的话 电脑的屏幕应该停留在二人视频的页面 小兰却说一定是这个房间 视频中她却看到过红色窗帘 以及电子时钟 新衣认为如果真如小兰所说 小雪是在这间房间内被害的 那么小雪的尸体 现在一定还藏在这座公寓的某个地方 因为小兰从家里冲到家豪公寓 只用了15分钟 这么短的时间 小剑不可能杀完人把尸体转移走 然后再回来和小兰相撞 可佐藤下令搜查整座公寓 却并没有找到小雪 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六个小时后 警察又接到一些案件 齐玉县的一家酒店公寓内 发现了一名女人的尸体 警方通过调查 这个女人正是小雪 警方认为发现尸体的公寓房间 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死亡时间是昨天的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 正是小雪和小兰聊天的时间 小兰坚持认为 小雪是在家豪公寓与自己聊天 那个时间段不可能出现在齐玉被人杀死 新衣让小兰看了看平板电脑 原来齐玉酒店中也是红色窗帘 也有一台电子尸中 拍到视频里一模一样 因此不能单评视频的背景 就认定小雪是在家豪公寓与小兰聊天 新衣继续分析 如果小雪的确是在齐玉遇害 那么凶手就不可能是小剑 齐玉酒店与家豪公寓相距120公里 小剑不可能在齐玉杀死小雪 15分钟后再出现家豪公寓的大厅 与小兰相撞 小兰回想到 当时小雪明明在视频里 大喊着小剑的名字 自己肯定不会听错 新衣也陷入退理困境 为什么小雪要把两个公寓的装饰 弄得一模一样呢 事情仿佛越来越复杂了 另一边负责搜查的警官 交给左腾一张机票 是今天飞往新加坡的单程票 左腾猜想 这会不会是小雪为了摆脱小剑 想在新加坡开始新的生活呢 这时小剑匆匆赶来 她扑倒在地上呼唤着女友小雪的名字 小兰愤怒地指责小剑杀死了小雪 不但整天跟踪小雪 还对小雪实施暴力侵害 可小剑的解释令众人大吃一惊 她说自己才是受害者 小雪是证券公司经理 她利用自己对她的感情 从她这里骗走了六千万巨款 自己的确跟踪了她 可那是因为她想要拿回自己的钱 昨晚到家豪公寓也是为了找她要钱 还想着只要她道歉就会原谅她 可惜却没找到人 左腾警官询问小剑 小雪有没有与其他男人交往 小剑想了想并不确定 左腾猜想会不会是因为三角链 才导致小雪被杀的呢 新一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切 机票相同布置的公寓 突然灵光一闪 想通了整个案件的手法 新一对众人说道 凶手的确不是小剑 并问小剑家在哪里 听说很远 还贴心地让左腾开车 把她送了回去 可刚回到家中 小剑就接到了新一的视频邀请 视频的背景是奇遇公寓的那间房门 新一对她说 现场找到了疑似你的指纹 要派人找她核实一下 大概两个小时后到 请小剑在家里等着 小剑满口答应 可关了视频后 她慌乱地把一大堆钱装去包里 拎起来就往外走 但刚出门 她就遇见了早已等候多时的新一 小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是刚才视频时 还在奇遇酒店公寓的门前吗 怎么瞬间就出现在自己家门口了呢 那可是有两个小时车程的距离啊 新一解释说 我只不过和你做了一样的事 原来新一刚才故意在这里跟着视频 假装说找到了指纹 两小时后到 就是比小剑逃跑露出马脚 佐藤还是想不明白 新一解释说 小雪骗了小剑六千万 准备逃往新加坡 为了避免警察追查 她就想出伪装被小剑杀害了的主意 小雪在一个星期前预订好飞机票 紧接着联系了小五郎 并且布置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房间 做视频背景 偷偷地录了一段小剑施暴的录音 昨天她把家豪公寓伪装成打盗的样子 还划破了手指 把雪滴在地板上 造成被害的假象 然后开始跟小五郎视频 没想到的是 接视频的却是小兰 小雪按原计划进行 哭诉了一会儿后 开始放录音 制造了小剑来强暴她的假象 把小兰骗到家豪公寓后 她就准备跑路 可没想到 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小剑的监视之中 而且早已有了对策 她在网上用小雪的名字 租了其余的酒店公寓 并布置了一样的视频背景 然后在小雪准备淘宝之前 潜进房内杀死了她 之后跑到家豪公寓 等待小兰的出现 故意与小兰相撞 让小兰成为她不在场的证人 一切搞定后 她又来到案发现场 把小雪的尸体和地毯 一起带到了其余的房间 造成了小雪在其余被害的假象 由小兰证明她不在案发现场 她就能成功洗脱嫌疑 小雪在视频里 说自己被小剑打伤脸 但是她的尸体脸上并没受伤 而且家豪公寓301室的电脑页面 以及少量的血迹 都说明小雪是在说谎 小剑对新一的推理 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她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新一会知道 第三个房间的存在 新一解释说 你的计划很完美 不过地毯上的血迹 让你露出了马脚 其余酒店公寓的地毯上 有大量的血迹 但是地板和墙上却一点没有 那里显然并不是杀人现场 但为什么这里也布置了一样的视频背景呢 肯定是有人想要把这里伪装成案发现场 既然两个地方都不是案发地 那就一定有第三个房间 也就说明小雪不是在其余被害 那么小剑就还是第一嫌疑人 新一将小剑拿走的地毯回归原位 在地板和地毯之间 小雪写下了凶手的证据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小剑终究落入罚网 白色房间内新一输入了视频聊天 又一扇门打开 小蓝会在里面吗 我们下期揭晓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 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